大家好,各位早晨 這齣戲 我在看之前 其實我是有些 或者這樣說,我不可以說我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我都預計了 他應該不太好看 因為他講到底都是一齣恐怖片 恐怖片十出有九出都是不好看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想法是很聰明的 我是很欣賞他的想法 因為他的故事是說 Dracula的故事裡的其中一小部分 他只是說Dracula 如何在歐洲那些地方 搭船去了英國 我不是看很多Dracula那些電影 就是最出名的那些有看過 通常那些電影 這個部分其實差不多是暗場交代 或者是一個很小的段落 但是這齣戲 就把那一小部分發揚光大 整齣戲這麼長 只是說這個設定 就是有一班船員 在那一架船上 航行已經出海了 然後慢慢發覺 在船上有隻怪獸 逐個吃 變成這樣的設定 我覺得很聰明 我覺得很適合拍電影 在一個局限的空間 然後有足夠的演員 讓那隻怪獸逐個吃 然後只要那隻怪獸設計得好 根本上就是一個 異形第一集的設定 所以我覺得 誰想出這個想法 就是用來拍電影 我覺得是很聰明 我覺得是很適合 我覺得 果然 這齣戲 尤其是頭半 設定 確定了我之前的想法 是很適合拍電影 這齣戲 有些問題 但是基本上 是一齣相當不錯的恐怖片 他的故事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有一架船出海 然後在船上 混了一些 船員也不知道 裡面有什麼 一個箱 然後出海之後 就開始有一些船員 死掉 失蹤 有些動物被人摺 有些怪事發生 然後他們要處理這件事 大概出這樣的電影 他的背景就是Dracula 在船上有個吸血鬼 這齣戲 那個氣氛 他是一個認真 一個縮殺 那種氣氛 他不搞笑 沒有什麼輕鬆的地方 他這個氣氛 在這齣戲裡面是有效的 因為有些戲 他太過認真的 你會覺得悶 但是這齣吸血鬼的電影 基本上是一齣怪獸片 是合適的 那些 因為說到那個恐怖氣氛 又要說一下那隻怪獸 基本上就是Dracula 以及被他吸血後 那些怪獸 我覺得好 我覺得那些好 我覺得設計得好 我喜歡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那些吸血鬼的電影 就是Dracula的形象 通常都好像 Bella Lugosi 或者是Christopher Lee 那些帥哥 有型 好像優雅皇室 那種感覺 但是在這齣戲裡面 Dracula 是一隻野獸 是一隻恐怖的怪獸 他在這齣戲裡面 他不是走來拍拖 因為很多Dracula 都變成了愛情片 但是在這齣戲 他唯一的興趣就是 吃人和吸血 真的是一個妖魔 一個很恐怖的野獸 那你跟Alien那些 那當然是沒有得比 但是跟很多 同類型 這款 怪獸片 我覺得 一點都不輸蝕 我覺得 設計得很好 所以 超出我預期的 完全超出我預期 例如在一個房間 Dracula 他突然在背景 他突然站起來 是有那種恐怖的感覺 未去到看到害怕 OK 但是 也是不錯 我也是欣賞 OK 然後 這齣戲裡面 各個角色 那些船員 被人勾上船 那些人類的角色 我覺得每個人都不錯 那些演員是相當不錯 那現在這把 anche 他有什麼問題 尤其是 尤其是 美段 當裙員 百分百地了解到 他們在一個危險的情況中 他们怎样求传,怎样想办法 尾段才有这些 就比较差一点,我觉得那段是破坏了出气 因为船员好像很低B 因为他们不是不知道 因为在他们面前,他们是看着 某一些怪兽,当然不是Jackula 这个不算穿巧,Jackula最后没有死 Jackula的故事不是在这里完 他们亲眼看着某一些怪兽 看到阳光就会烧焦了 他们也知道那只怪兽是晚上才活跃的 然后你就看到那部电影 他一直在倒数 还有几天就会去到伦敦 他们最后那几天,最后那星期 他们的循环大概就是 早上他们就在那里疑神疑鬼 然后那几个人就在那里吵架 在那里耐斗 然后晚上就去捉鬼 这真的是吹掌 那你当然是早上去捉鬼了 夜晚就去探险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 那些角色有时又下单 又成 去到很尾段 他们才意识到夜晚就要聚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他们太笨了 我觉得好像很低致 整个感觉 尤其是到最后那一晚 结局,最后大战 他们有一个计划 他们的计划 本来就已经不太好 然后他们真正做出来 也不是他们本来计划的那样东西 他们计划 某一些重要的元素 根本上就 没有人做出来 所以看个结尾 虽然你可以说 你知道结果是怎样的 当然是Dracula 赢了 然后他下船 Dracula的故事是这样的 但是 你也很期待那些人类 他是 有得斗一下才会刺激 但是他们想了一些方式 但是他们自己也不是做那样东西 然后好像乱来 我觉得不好 令到最后大战 应该是整齐最紧张的 高潮的那一刻 就变得好像很低B 那你就想 你当然死了 怎么搞错 所以就扣了一些分 令到这部电影 不能够成为一出很好看的恐怖片 他本来有可能 他有机会成为一出很好看的恐怖片 但是他不是 是在这些桥段伤害了这部电影 我给他的评分是斯嘉 也值得看的 也值得看的 也不错的 这部电影 如果有下集的话 拍那个 Dracula 他在伦敦怎么活跃 我会想看的 就是有幕后这些 原班人马 就是继续拍下去 但是听说这部电影 他的票房不好 但是 但是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不正常的 我觉得是不正常的 因为这部电影 我其实是觉得不错的 OK 他可以好很多 但是现阶段 都是不差的